四川地震灾区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08分 目前灾区前线通话讯号不太稳定 在几分钟前我们记者陈陈 特别联络到赶赴亚安县城的东方早报记者黄志强 一起了解这次地震灾区最新情况和第一手资讯 目前来看楼山县县城的房屋破坏还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没有出现整体垮塌的这种情况 然后楼山县往下面各个乡镇 比如之前的太平乡和龙门乡 一些房屋都是一些农民的房子 都是木屋和一些比较简易结构的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垮塌比较严重 有的地方村庄或者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地方 密集的这种房子垮塌 有的数字达到了这种百分之百的 我们看到那些当地出民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瓦片全部停泄了 然后围墙也倒塌了 那个房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进来都被毁了 但是有个值得听听的就是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 和我们看到的伤亡情况不是很严重 尤其是死亡人数不多 然后我们那个受伤的也都是一些轻伤和外伤 所以在第一时间一些重伤联合 就是第一时间都运出去抢救了 那现在这个镇区啊 前往镇区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啊 镇区的这个交通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就是很恼火的 因为一开始尤其是底镇发生的前大概两天 我们进入镇区就非常困难 因为用多大量的车货车辆 所以进入镇区的这个车辆 每一次进入的话都要将近花上15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 而当时我们记者进入的时候也都是采取了各种手段 包括到了一道关前的时候 然后下来步行 然后再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 也就是通过搭乘第一次和那种救援车辆军车 包括摩托车最后步行各种手段 然后才进入镇区 那目前我们来看就从今天开始 一些车辆陆续离开了这个镇区 然后这个我们早上从亚安进入银丹线 发现这个道路情况还是比较比较的 大面积的阴族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好的那根据您的了解 那现在的这个救援物资的运送情况 以及一个灾民的安置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的 就是在卢山县城 因为它交通比较便利 从一开始这个物资就比较多 现在来看各种社会的物资都已经运进来了 最为迫切的问题是 现在在这期卢山县已经开始下雨 然后那个灾篷还没有抵达 下面各个受灾乡阵 也就是比较严重的乡阵 我们刚才也说了 就是目前这个受灾最严重的 就是房屋出现滑塌 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进入房屋 地域居住什么的 就是因为一阵也比较多 所以他们现在都在加着附近的太币 或者是道路两旁搭他们的简易帐篷 那种简易帐篷就是支持几个木 几块那个木块啊什么的 然后堆起一个简单的油布 它防水防潮和防风都无法保证 所以前几天天气还算可以 也能够简易 简单的就是凑过去 但是今天开始下雨 就是如果帐篷还没有 第一时间发放过去的话 就会将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就居住在这个山区 下雨可能会造成新的这种刺身灾害 这也是可能会带来新的这种伤亡 也有这种隐患 我们下雨可能会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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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会发生了什么事